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池越往下就越浑稠 戴上潜水眼镜更是看不清楚 但老头说只需要用红绳捆住续毛 他便不能为恶 我花钱买了一盏水底探灯 借着灯光就在河底摸索着 下面全都是淤泥 黑沉沉一片 鱼都没几条 更别说毛了 虽说是夏季 但在水里游的酒也有些冷啊 我有些吃不准了 心想莫不是被那算命的骗了 心里打定主意 再找一会儿 找不着就回家了 结果这一次钱下去依旧是一无所获 正当我打算浮出水面换气的时候 猛然发现自己背上居然如同压了一座大山一样 完全无法往上游 我侧头一看 自己背上不知何时 竟然怕了一个黑漆漆的东西 别的看不清楚 只有一对血红的眼珠子直勾勾地看着我 饿鬼 我猝不及防 吓了一跳 顿时呛了口水 而背上的东西 份量居然越来越重 逐渐将我往河底压 我拼命地挣扎 去离河底的淤泥是越来越近 很快 我的手脚就都陷进淤泥里了 脑袋被一股大力往泥里面喊 我知道 这东西少把我憋死在河泥之中 俗话说得好啊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大多数人都是怕这些神神鬼鬼的 我自然也怕呀 但是 被逼到我这份上就顾不得怕了 只想着活命了 我使出吃奶的劲 不让脑袋被弄下去 就在我挣扎着淡口 我现在河泥中的水 突然摸到泥下 似乎有一块硬邦邦的东西 仿佛是一些金铁之类的事物 我心中一喜 想到 莫非是这虚猫的原神吗 当姐顾不得挣扎 手下一实力 将那东西就往外撤 谁知扯出来的并不是什么虚猫 而是半块石板 似乎是某种碎裂的碑纹 上面还刻了字 在水底昏暗不清 加上虚猫作碎 一时我也只看清两个七骨子 剩下的便是看不清了 眼尖是个没用的破石碑 而我身上的力气已经用尽 啥时间我整个人被按进河泥里面了 那种感觉如泰山压顶 不能动他 又别着气的滋味就别提了 情急之下 我提起右手的陶木碧邪猪 他曾经在水底救过我一次 也不知这一次还有没有效果了 我在心里默念太上老君保佑啊 反手就朝背上打 一打过去 顿时如鸡津铁 痛得我骨头都仿佛碎了一半 而背上那东西也似乎有些惧怕 顿时翻身滚了下去 一下子没入河泥中 消失不见了 我赶紧换了口气 虽然疲惫受惊 但是想到东西不除 以后自己恐怕是没好日子过 便又咬牙前了下去 在它消失的地方去摸索着 只一摸便摸到一个森冷坚硬的东西 掏出来一看 赫然是一只大虚猫 它大约有人头大小 浑身乌黑 散发着黑铁的质感 身上有一些黄铜色的斑块 应该是未被禁食的原本颜色 外观 行似一只蹲坐的狸猫 两只红宝石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我 抓在手里有些沉点点的 一刹那间 从那只眼珠子里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但在水下 怎么可能有倒影呢 大虚猫没有嘴 相传只是一种海中神兽 能吞风吐浪 帮助妈祖娘娘保卫海上的平安 两只眼睛就是海眼 海里有什么妖精鬼怪得罪了它 就会被它的海眼给吸进去 我不敢多看 也不敢多留 联盟将虚猫给绑了 回到家中 准备第二天交给它算命的 但是到了晚上 我越想越不对头啊 这里面有问题 有大问题 我可能还是上当了 被那几个算命的当枪使了 于是翻身起来观察那只虚猫 只见猫的底部有几个繁体骨子 上面刻着 永至铁房几个字 永至铁房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立刻摆读了一下 却没有相关信息 从字面上来讲 或许只是一个作坊的缓号 第二天 我带着狸猫去找那算命的 它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三天之后 我再一次见到它 不过这一次是在电视上 被人补了 原因居然是在回永河边盗墓 我惊呆了 怎么想怎么不对啊 第二天我忍不住去探监 那假算命的也不隐瞒了 就探讨 想我胡老侠人称贼眼 在岛上混得也是有鼻子有眼 没想到这一次却灾了 我怒到究竟怎么回事 他妈的居然阴我 胡老侠这时候也不隐瞒了 原来啊 这回永河以前的遗址下面 有一座清朝的文官墓 后来马祖庙被推倒 庙里的虚猫成了精 恰好堵在墓门口 胡老侠去世了一次 差点被弄死了 他化妆成算命的在周围转悠 想找个方法把虚猫除了 当天我下水救人 他也看在眼里 心中很惊讶 我怎么没被虚猫给弄死啊 后来一想 必定是我身上有什么辟邪的鼓 于是生起一个念头 哐我去把那虚猫弄出来 而我之所以会破产 用胡老侠的话说呢 和他半点关系没有 千真万切是虚猫害的 那晚我下河去捉虚猫的时候 这老小子就在暗处看着 他看着我将虚猫捆好之后 这小子就开始作案了 他胆子也实在大呀 深圳是个什么地方啊 人来人往 敢在这儿下手 真不知该说是胆子大 还是说呢他没心眼啊 临走时胡老侠忽然对我说 小子 我知道你现在穷疯了 那里的东西价值连城 上面的人也不敢动 你要是有种 就去把他弄出来 就怕你小子不敢 他说完这话就立刻闭口不言 转身走了 那里的东西 难道是指回永河边 马祖庙底下的文官木 这个老东西 死到临头还想拉我垫背啊 我被人筐了 差点送命 可这是在橘子里啊 我也不能揍他 只能自然倒霉了 回到家时 那虚猫依旧被红绳捆着 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他那红宝石的眼睛 盯着我看的时候 现在特别的恶毒 之前我还想 干脆挖了他的眼睛去卖钱 现在却有些发怵了 现如今 我身上只有两千块钱 才只有灰金如土的深圳 最多租一个月的房子 饭钱什么的就都没有了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 兜里电话突然响了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是我一个兄弟打来的 我心情烦躁 接了电话也没好气 什么事啊 有换换说 有壁块放 我忙着呢 我这位兄弟啊 姓斗 叫斗伯智 他爸妈以前呢 都是教授级别的人物 取名字也是有深意 取义为 淡伯以明智 宁静以致缘 但是我习惯叫他豆腐 这称号啊 一般人可能不理解 但是相处久了 就会有毛色顿开的感觉 大赞 我取得贴切 电话里 他声音挺沮丧的 探头 兄弟 我的第七春 又吹了 我说不至于吧 他长得也算一表人才 白白嫩嫩 现在的姑娘 都喜欢你这种白面小子呀 好歹是也算个画家 怎么一碰上爱情 就总是搞吹呢 豆腐说 我也纳闷啊 你说我到底哪里不找人待见了 我想了想 让他把当时的经过说一遍 原来呀 人家女孩去他家里做客 途中跑出一只蟑螂 姑娘还没叫呢 他先吼上了 还对人家姑娘说 救命快踩死他 这小子说完 我都有种臭他的冲动了 忍不住说 你一个怂货 就你这老鼠胆 就是第七十春也朝阳吹呀 豆腐不乐意了 在电话里头就说 嘿 我是让你安慰安慰我 怎么反而往我伤口上撒盐呢 今天吃火药了啊 我和豆腐认识多年 关系不一般 说话向来随意的 他说完呢 估计是察觉到我的不对劲了 嗓门压低就说 兄弟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这几天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我心中也压抑的厉害 急于找人倾诉啊 发现心中的郁闷啊 便将生意上的事 一股脑子讲给他听了 豆腐听完 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说 陈轩啊 你小子真不是东西啊 我证了一下 这话你跟我说清楚啊 我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你今天要不说出个一二三来 信不信我找人堵你 豆腐苦笑了一声 骂道 去你妈的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随即就沉上说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联系我 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兄弟啊 算了我不稀罕说你 要是还拿我当兄弟啊 就收拾收东西 来我这儿先住着啊 说实话呀 这时候不敢动是骗人的 但这小子不能夸 一夸就容易翘尾巴 于是我说 行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求我了 那我就先给你个面子 在你家住着 我俩又闲扯几句 这才挂了电话 俗话说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我平时生意上的伙伴很多 这些年三教九流的九肉朋友呢 也是认识不少 但说起来 能给我雪中送炭的 似乎只有豆腐一个 他早年间家里条件很好 后来父母出差时 飞机师是死了 亲戚朋友欺他年幼 用尽各种办法 将他家里家财呀 是瓜分干净了 他自己是一个字都没落着 现在自己开了一家绘画培训班 专门在暑期教一些小朋友画画 勉强混口饭吃了 生活也是很拮据 靠他救济我呢 也不是个办法 何况还有一批股外债要还呢 我拎着大包小包的到他家室 他正在门口等我 从外形上看呢 比较斯文 戴着眼镜 气质文雅 当然 这都是表面的 内力实在让人想踹他一脚 见了我便嚎道 我靠 你这速度也太满了 我等的孩子都大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守扎 下集更精彩 下集完 下集完 下集完